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18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星期日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時事 我們這一節 要跟大家說的是香港的前 律政司 這個叫做 是香港的資深大律師 鄭若驊 鄭若驊的花名非常多 包括律政司 死屍的屍 這個 方向報一直追擊律政司 不過最近 對新的律政司 好像叫做放軟手腳 鄭若驊又叫做戰師底 這個就是建制媒體 不停追擊鄭若驊 說他 在師長裏面成績就是最差 所以叫做戰師底 鄭若驊 當然還有其他花名 例如叫做大波華 之如此類 鄭若驊 就是緊隨著這個叫做林鄭月娥被 掃地出門之後 就是離任這個律政司 到底 鄭若驊做了那麼久了 做得你那麼過癮 到底 有多少 得與失呢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 研究一下 也再嘗試去解釋 香港的問題那麼嚴重 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 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應該是兩個後備才對 星期二得道是我們的主頻道 大家記得訂閱啦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 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支持本台的方式 我們希望就是經濟能力 容許的你 的聽眾 記得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 也是需要繼續經營 我們也有免費模式給大家繼續支持 很簡單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大家還可以用 增速播放大法 請大家記得 幫忙啦 你一定做得到 只要你有手機 電腦 只要你 能夠打開YouTube 就能夠做到 最後一種方式 安裝了Pi Network 就是繼續按閃電 這個叫做鄭若驊 香港資深大律師 我們來盤點一下 就是到底他現在的情況 這個也是叫做特許仲裁員 而他的丈夫 是叫做 潘樂圖 最新網上流傳著 說這個叫做鄭若驊 鄭若驊在這個月底 要來搞一個 仲裁的 講座 在6月29日 將會在 阿非法協 香港區域 仲裁中心 名字好像有點問題 繼續發表他的謀論 關於 香港在仲裁上 就是有甚麼角色 英文叫做 Strength 即是強項 再去強項 講強項 也沒有人的破壞力大得過就是鄭若驊 鄭若驊就是任內做律政司 香港 爆發這個時代革命 再去到 今時今日的香港 再去到後來 有這個國安法 每一樣東西 都跟這個舊任律政司有關 香港 在他任內做律政司 經歷了時代革命 還有香港的國安法 還有受到 全世界的制裁 差不多 你可以說他的破壞力 比起現在的繼任人 叫做 林定國 絕對 暫時林定國沒有辦法追上來 林定國走的路線 跟這個袁國強差不多 又是行一個 叫做把責任外判走去拿禁制令 再一次提林定國 袁國強就是這樣下馬的 把責任 推給法院 叫國安法的法官 批禁制令 北京 就是不滿意 才把袁國強掃出來 然後找到會肯做dirty job的人 例如這個叫做鄭若驊 鄭若驊 學人出來繼續教大家 就是搞仲裁 其實 在鄭若驊 做律政司這段時間 即是2018年的1月 到了2022年 又或者來到今天 你看到 遺害和影響力 香港 作為一個本來的國際 一個法律的中心 變成了今天 徹底的二三樓城市 下令到全世界 對香港的司法系統 是極不信任 你也算厲害了 鄭若驊 鄭若驊自己 得益其實也有限 其實他本身 如果說賺錢 自己做資深大律師 又做這個 仲裁員 丈夫 搞這個 工程公司上市 其實 他們自己也算是賣到盆滿撥滿 好了 香港就慘了 香港整個法律的行業 講這個話題的時候 暫時不分 政治意見 暫時不分黃藍 雖然我經常都說 其實也不能放低 又當放低了 只是看看 行業的得與失 你把整個香港 在國際的地位 完全是 裝送了 原本 香港作為一個 西方稍為認為 因為有英國人的制度 覺得這個 適合 做糾紛 解決的場所 例如你做生意 我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大家 雙方簽合約 簽完合作 合約 當有爭議的時候 就用香港的法律去解決 香港 作為一個仲裁的地方 有爭議的時候 就在這個地方 去處理 香港 拿了一個仲裁的判決 可能 拿上去中國大陸是有用的 很多外商 很多國際的企業 就是覺得香港有這樣的用途 所以 香港成為國際中心 這是一個原因來的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司法系統 跟香港原本不相同 使得 一個問題就是做生意 可以將 那個 法律問題外判 放在一個地方 他們覺得信任的 在那裏處理 但是現在的香港 經歷了2019年 經歷了大量的政治迫害案件 再經歷了國安法 所有人 全世界都知道 香港這個地方 不再受信任 所以他做完律政司之後 整個香港的法律界的產業 其實徹徹底底 是完全崩盤 可能有很多以前的 朋友 行家他們不會覺得 因為他們可能在做的 是公家的案件 又或者在做刑事案件 其實如果你看回 做那些所謂民事案件 尤其是做這個 仲裁 知識產權 那類型的案件 海事案件之類 那些案件現在一定是大幅萎縮的 你還沒有計算 並非只是計算訴訟 你還算律師的行業 律師 很多時候 未必一定要 上法庭的時候才看到他 他只是給法律意見 尤其是給大公司 現在的大公司跟你說 我不選香港了 我選新加坡或其他地方 去做仲裁 我還用甚麼 要你香港的法律專業服務呢 當我的重心 轉移到別的地方 你簽合約的時候 仲裁 跟爭議的地方解決 你填了在新加坡的時候 你還用甚麼要香港的律師幫你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 經濟學的角度 去解釋給你聽 為甚麼香港那麼嚴重 因為 你會發現 鄭若驊做官 整個香港付出的整體代價 不是由鄭若驊自己一個人承擔 這個經濟學上面 叫做External Cost 即是 成本是外在的 對於 那個人來講 對於那個個體來講 成本不是他自己的 是外在的 跟你亂拋垃圾 塞住了河流 塞住了樓下的地方 不關你的事 他們覺得我扔的時候很爽啊 一下子飛下去 還覺得有點high 是一模一樣 在說經濟學的外在成本 就是在說這件事 你自己 開跑車 不斷在排污 覺得沒有所謂 我很爽啊 然後整個社會 承受的代價並不是由 你決定做這件事 的人去承擔 所以成本 就是變成了外在 如果成本 全部由你自己承擔 你就不會這樣做 跟亂拋垃圾一樣的 扔到山的時候覺得很爽啊 扔到湖上覺得很爽啊 如果要你 親自 撈回 那個膠樽上來 你就不會扔的了 所以你明白了沒有 這個就是用經濟學解釋 為甚麼香港的制度一定是壞的 因為那些 叫做無恥的高官 做完一些不知所謂的決定 整個社會承受了代價 他自己個人 不需要承受嘛 他不用 飛完垃圾下山 自己下山 在山崖撿回 叫其他人幫他撿回 是不是 他扔下去的時候當然是很爽的 這個就解釋了給你聽 所以一大群 廢柴的藍絲 親建制藍絲 麻煩你聽著 不是民主是寧丹苗弱 沒有人敢說過 但是最低限度 你要問責下台的時候 這一班不受制約的人渣 就可能要付出一些代價 甚至乎可能面臨檢控 中間有沒有貪腐 例如潘樂圖 有沒有私相授受 不是寧丹苗弱的問題 是把他原本 不需要面對那個代價 是要面對回嘛 最少 可能面對一部分 他在做壞事的時候 是不是會想清楚 扔垃圾扔得那麼過癮 想一下 待會被人抓住 可能輪到我要下去撿回 其實在說的制度 就是在說這件事而已 什麼背後有美國 麻煩你 今時今日 香港 整個界別裝送 那你內得鄭若驊甚麼河 還大搖大擺 是不是 貼張不知所謂的海報出來 跟你說是搞港座 是不是 如果 他們一天 不是面對自己惡行的代價 你一天也不用指望這個社會是正常的 就是這麽簡單 這麽簡單的道理 我們要廢盡唇舌在這裏講 你說香港其實是多可悲 過百萬的藍絲 我們這一節 也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話題要說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